第十二回 济宫善渡韩殿元 韩氏舌子御圣僧 话说和尚 分开众人 几斤却一瞧 只见里边 站着一穷秀才 有三十多岁 脸色呢 是又青又黄 一看呢 就是严重营养不良 头戴一顶旧的纹生巾 还烧了一窟窿 身穿一件旧的纹生厂 上下七条补丁 一看模样 就是潦倒至极 怀里啊 还抱着一个 一岁左右的孩子 这纹生 站着都哆嗦呀 众位 我抱的这孩子 一年零两个月 他娘啊 死了三天 我又顾不起奶娘 眼看这孩子就得饿死 你们奶味愿意要啊 我一文不收 白报走 就是给孩子一条活路啊 真是凄惨无比呀 书中交代 这人呢 叫马佩然 原籍是长州府长属县人 自幼呢 就读书 娶了个媳妇周氏 原来他们家虽算不上富贵 但也小康 只是这马佩然是个书呆子 只懂得念书 不知道赚钱 他这份家业是坐吃山空 后来呀 这日子过得是上无片瓦 下无齿地 实在过不下去了 于是呢 就带着老婆孩子逃难 来到了临安城 住在了前堂关外 吴伯周家中 这位吴伯周 是在西湖啊 搞旅游租船的 手底下呢 有一百多条船 人们来游玩西湖 都愿意租他的船 这吴伯周啊 跟马佩然是故交 以前俩人就认识 一看 马佩然来投奔自个儿了 日子又过得这么苦 吴伯周心里头呢 也挺难过 于是 就把他留在自个儿的船上 管管账 每天呢 挣个二三十文钱 也够他夫妻虎口的了 可没想到啊 这马佩然也是大运不济 西湖出了四家恶霸 这头一个恶霸 就是秦丞相的弟弟 花花太岁王圣仙 怎么秦丞相的弟弟姓王呢 原来 现在这个秦丞相的父亲 就是当年 宋高宗皇帝手下的 大奸相秦桧 秦桧啊 本姓王 是过继给老秦家的 所以呢 就改了姓 后来呀 王家就定了规矩 生下的第一个儿子 要姓秦 其余的儿子 还是姓王 所以 这王圣仙 是秦相的亲兄弟 这小子 倚仗着哥哥的势力 时常带着打手 在西湖附近 他溜达呀 他可不是看美景 他是看美人 看见 有什么长得美貌的 少妇长女 当时就抢 谁敢说半个不字 说了就打 闹不好啊 还在把你送官府治罪 大伙一瞧 我们惹不起 还躲不起吗 因此呢 就没人敢去游湖了 这下 吴伯州的船也租不出去了 生意也黄了 马佩然也就 没了工作 他呀 就是靠这点钱 养家糊口 这下完了 家里 没米下锅了 他妻子周氏呢 是个贤德的女人 一瞧丈夫 每天 愁眉不展 唉声叹气 就劝他 相公啊 你看这样下去 也不是个事 咱们饿几天 咱们饿几天没什么 可孩子还小呢 不能饭都吃不饱啊 不如这样吧 你先在家中看孩子 我呀出去找点针线活干 多少挣两个钱 咱也好吃饭呢 这媳妇多好 没埋怨丈夫半句 可谁想到 一连说了好几次 马佩然是一言不发 周氏一瞧 你这几个意思 好歹应一声啊 可怎么问 马佩然就是没反应 周氏一生气 把孩子留家里 自个儿走了 马佩然独坐屋中 心想 我一个男子汉大丈夫 不能养家糊口 当着媳妇给人家做生活讨饭吃 这算怎么回事啊 自个儿是越想越没希望 他可就要往绝路上走了 他打算抱着孩子跳西湖 可又一想 这孩子来到世界上 才一年就要死 实在是于心不忍啊 不如把他给了别人 我再死 于是呢 他这才来到十字街头一站 众位 谁要这孩子谁抱去 我是分文不收 站了好半天啊 围观的人是指指点点 这时候呢 旁边啊 有一老头 一看这小孩 长得挺好看 老头很喜欢 心想 反正我也没儿子 这孩子不错 我倒可以留下 于是呢 走出去 要不然给我吧 他刚想过去抱这孩子 有人把他拦住了 嘿嘿 别要别要 谁知道这里边怎么回事啊 万一你抱走孩子了 哦 过两天 他娘也来跟你要钱 再过两天 他爹也来跟你要钱 你可是后患无穷啊 你可不能上这档 老头一听 伸出去的手 赶紧缩回来了 马佩然 眼泪都出来了 可他也不能跟人家说 我是要去寻死 所以送这孩子吧 就在这个时候 从人群中挤出一穷和尚 你把孩子给我吧 正是寄宫 马佩然一瞧 和尚 你要小孩干什么 你是出家人 我 我收他做个徒弟啊 哎呦 和尚 这孩子太小 还不会吃饭 离不开人奶 你怎么养活呀 和尚啊 低头 看了看自己的胸部 哦 要人奶呀 这个我可能不行 哎 不过 你跟我说实话 这孩子 他娘是真死了吗 我的庙 就在你们家隔壁 你住 吴伯州的房子 对不对 马佩然一听 嘿 这和尚 知根知底 当下 长叹一声说了 哎 师父 我跟你说实话吧 他娘啊 是没死 可不知道去哪了 我现在身无分文 我怎么养活孩子呀 所以才想着送人 我可真不是拿孩子讹人呢 和尚呢 点点头 啊 我知道 我知道啊 你也不容易 你跟我走吧 我带你啊 去找孩子他娘 叫你们一家团圆 然后 我再给你找份工作 马佩然一听 半信半疑 呃 这位师父 请问 桂宝叉在哪 上下怎么称呼 我呀 我是西湖灵隐寺 祭甸和尚 你跟我走吧 马佩然说了 师父 咱去哪啊 祭公 嘿嘿一笑 先去 置办点礼物 给人家拜寿 行了 别问了 跟我走就行 当下 祭公 带着马佩然 穿街过巷 先来到了一家 卖酱菜的酱菜铺 和尚啊 冲掌柜的说了 哎 掌柜的 给我三文钱的 大头菜 里边呢 答应一声 撑了三文钱的 大头菜 给拿出来了 和尚一看 你这给的太少了 不行 我只能给你两个钱 掌柜的过来 和尚 我们这铺子买卖 可不还价啊 要是还价就不卖了 本来就是小本经营 和尚说了 哎 当不是我还价 我这兜里呀 就剩两文钱 要不然 我跟你画一文钱 酱菜的圆吧 掌柜的看了看这和尚 的确够穷的 呃 那行吧 你是出家人 两文就两文 拿走吧 和尚啊 一摸口袋 哎哟 我这口袋还漏了 又丢了一文 那那我先给你一文钱吧 明儿我给你送来 掌柜的是哭笑不得 和尚接过菜 倒了声谢 转身 他去兑过了 兑过是个卖菜的摊 和尚来这金钱 哎 掌柜的 给我一个钱的算 掌柜的说了 一文一头 说着 拿了一头蒜给和尚 和尚啊 给了一文钱 他把这蒜接过来一看 哎 掌柜的 一文钱一头蒜是够贵的 哎 你瞧 你还给我一头烂蒜 万一 我吃坏了肚子 放屁怎么办呢 你给我换换 掌柜的呢 也没跟他计较 又拿了一头蒜给和尚 哎 和尚接过这好的 也没把那烂的还人家 相当于他一文钱 买了两头蒜 其实济工啊 他身上就两文钱 他要买四样礼物 去给人家上售 马佩然也是越瞧 心里越没底啊 这和尚咱们比我还穷呢 他能找到我娘子吗 还能给我找工作 有点悬 可是反正自个儿 也是无路可走 死马当活马医吧 和尚拿了两头蒜 又往前走 走了有大概半里 见路边啊 有一卖狗肉的 和尚一瞧乐了 一溜小跑过去 哎哟 这肉真肥真香 真烂乎 五花三层 这要吃肉啊 就得肥中瘦 夸了半天哪 跟这卖肉的说了 嘿嘿嘿嘿 掌柜的 你这肉啊太香了 能不能饶我一块吃啊 卖肉的半天没开张了 见这穷和尚 口沫横飞 夸了半天自己的肉 这卖肉的一高兴 拿刀啊 给他切了一块 足有二两啊 和尚接过来一瞧 哎呀 肉是真好 哎多给一点行不行啊 卖狗肉的说了 你这和尚 白吃没够是吧 和尚一指马佩然 不是没够 你瞧我儿子跟孙子 还跟着呢 一块肉不够吃的 你好人做到底 再给一块吧 马佩然一听 我什么时候 称你儿子了 这卖狗肉的心眼也好 得 你们祖孙三代啊 看模样啊 都没吃饭 再给你一块吧 于是呢 又给他切了一块 和尚 这是一文钱梅花 白得两块狗肉 和尚谢过了卖狗肉的 继续又往前走 就听那边 有人喊了 馒头了馒头了 新出炉的大白馒头 又热又炫乎 越吃越甜了 买馒头了 和尚一瞧 赶紧过去了 我买馒头 你这馒头热乎吗 买馒头的说 绝对热 猜出龙的热馒头 一边说 一边把龙屉的盖子掀开了 好家伙 热气腾腾的大白馒头啊 和尚一看 这馒头真白 我先尝尝啊 他一伸手 拿起馒头 塞嘴里了 刚要咬 他又放下了 哎呀 我忘了 没带钱 算了吧 那我不买了 他把馒头 又放回去了 这卖馒头的一看 我的天哪 这馒头 又是牙印 又是唾沫 最可恨的 还有五个大黑手指印啊 卖馒头的心想 我这还怎么卖啊我 他瞅着这个 被毁了容的馒头 发了半天愣啊 哎呀 得了吧 这馒头啊 就当我扔了 和尚一听 哎 别扔啊 你既然要扔 那你施舍给我吧 我明儿还你钱 卖馒头的一番白眼 拿走吧 拿走吧 可别碰我别的馒头了啊 当下 纪公拿着馒头 带着马佩然 就来到了凤山街 之间 路北一座大门 悬灯结彩 车马迎门 这家 那是临安城的头等父户 主人姓正名雄 人称铁面天王 今儿呢 是郑雄老母亲的寿臣 这临安的身世父户 全都来祝寿 和尚带着马佩然 也来到了门口 他小声的跟马佩然说了 你就在这等 可不能走啊 你走 找不着你媳妇了 马佩然的点点头 好 师父你放心 我不走 和尚这才上了台阶 辛苦了 辛苦了 正位 门口的管家 正在接待来拜寿的宾客呢 一见呢 来了一穷和尚 只当他是来化园 要点剩菜剩饭的 哎哟和尚 你来得太早 还没开席呢 你要砸回菜啊 回头再来 纪公一听 很受伤啊 你胡说 我知道今儿是老太太生日 特别置办了私样礼物 来给老太太拜兽的 我不是要饭的 管家心想 你这模样是挺像要饭的 可又一想 我们大官人呢 平时最爱施舍 挥金如土 仗义输财 遇见穷苦的人必要着急 也许这要饭和尚 得过我们大官人的好处 知道今儿老太太过寿 所以呢 来报答报答 哎 这是知恩图报啊 我倒不能小看了人家 这穷人也有一份心 或许他知道老太太爱吃什么 人家买点什么呢 当下 管家态度很和善的说了 啊 这位师父 你是哪庙的 我呀 我在零饮寺出家 庙不大 哦 那你这礼物 是自己带来的 还是随后有人挑了呀 我随身带着呢 不沉不沉 管家说了 那行 你把礼物给我 我呀 给你回禀账房去 这件和尚 由绣袍里 可就把礼物掏出来了 一伸手 递给管家 这是我的四样礼物 给老太太 吃狗肉 蘸蒜末 看馒头 就咸菜 管家一看 这都什么玩意儿啊 两块大头菜 两块狗肉 两头蒜 有一头还烂了 最可气的 就是那馒头 咬了两排牙印不说 还有五个大黑道啊 管家气得 当时就扔地下了 你这倒霉和尚 赶紧走 别跟我们这 瞎搅和了 刚扔地下 过来两条狗就要吃 和尚赶紧哼开了 你们俩吃了 老太太吃什么 和尚捡起 自个儿那四样礼物 你不给我回禀啊 我会嚷 说吧 和尚扯着嗓子 冲里边就喊 送礼的来喽 一边喊 一边还做了个 望里扔的手势 旁边的人一看都乐了 这是一疯和尚 书中交代 这家主人郑雄啊 原本是林安 头等的绅士 他叔父呢 在外省做总兵 自个儿又是武进士出身 郑雄这人 生性豪爽 最爱交朋友 今儿给老太太做寿 林安成 上字公侯 下旨黎民 都来送礼拜寿 什么美然公陈孝啊 病夫神杨猛啊 赵文慧啊 苏北山啊 江百万啊 周半成啊 都在客厅呢 真是高朋满座 郑雄的母亲呢 今年七十整寿 老太太啊 样样都好 就是唯独有一点遗憾 双目失明 而且呢 二年多了 请了多少郎中 都没治好 这也是郑雄的 一块心病 今儿郑雄呢 正在厅上应酬客人 家人呢 拿了一礼单子进来 老爷 三清庙的广惠师傅 前来拜寿 郑雄一听 广惠 我素质跟他并无来往啊 他接过礼单一瞧 上写着 银竹一对 兽逃全堂 兽酒一坛 兽面一合 兽杖一轴 山羊四肢 虽然跟这广惠不认识 但人家可吃办了不少礼物啊 郑雄还是出去 把广惠迎了进来 众人一看 这和尚 大概有五十多岁 哇 这黄袍袈裟 打扮得衣帽鲜明 看着很气派 这广惠和尚 跟郑雄无亲无故 怎么会来送礼呢 他呀 是打着小九九的 他听说 政府的花园里闹妖精 和尚呢 会捉妖敬宅 所以 打算借这机会送点礼 这就算认识郑雄了 然后 再提捉妖的事 郑雄 有钱有势 不在乎银子 他可以狮子大开口 那时候 他唠的可就多了 郑雄 把广惠 让到了杨猛 陈孝这张桌子坐下 杨猛啊 这人性子直 爱说话 一瞧 也是个和尚 他就问了 哦 大师傅来了 广惠说 啊 来了 来了 哎 我跟你打听一位和尚 你知道不知道啊 呃 壮士要打听谁呀 就是 西湖陵隐寺的 济公长老 广惠一听这话 哼了一声 满脸鄙夷之色 啊 济颠呀 那个和尚疯疯癫癫的算什么 不过呢 我跟他师父是平辈 论起来呀 他还是我师职呢 他经常要跟我学能耐 我哪有功夫教他呀 他这吹声了 杨猛 他是个浑人呐 一听这话不乐意了 先想 嘿 你个狗东西 说话真可恨 哦 你说 我师父是你师侄 那我不成你孙子了 我得去找我师父问问 如果是真的 那就算了 如果没有这事儿 我得把这和尚的秃头啊 给砸碎咯 他想吧 站起身 就往外走 这时候 只听外边 一声寒嚷 上寿送礼的来咯 杨猛一听 是济公的声音 嘿 我师父来了 好 我正好去问问 他起身 往外就跑 济公这一来 要大闹寿堂 法斗 广汇 语之后事如何 且听下回 分解 要大闹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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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大闹导的